那个像瓮一样的那个东西是叫什么的 这个就是尊 哦 那个就是尊啊 边上的这个就是磊 尊和磊就是三星堆最主要的两类容器 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两种工作平台 一种是呈这种包子形 可以挪换位置 另一个呢是这边这个是玄壁式的 戴阳老师 像这两位考古工作者 他们要趴在这多长时间啊 趴好几个小时吗 要趴好几个小时的 天哪 对 我们追寻着神话起源一直来到这里 在三星堆的地下 还埋藏着哪些不可思议的历史碎片呢 它能带给我们新的文明线索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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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系 金系 对 金黄色的这个黄金了 黄金 而且真的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工艺 看起来就非常薄 好 咱们不是三星堆还有那个 在青铜器上面还有覆盖了那个黄金的面具 黄金的面具 我们这次发展就出去了三个 它残留着一些金 满地黄金 原来是这个意思 是 这上面看到的这个金黄色的 都是黄金的一些 韩片 韩片 应该是装饰 就是有很多就圆形的小片片中间一个穿孔 可能原来是缝制在衣服上或者其他的东西上的 那种金 金颖玉衣那种啊 针线 色的好美啊 这个坑是我们这次发掘最小的一个坑 但是也是黄金最多的 哦 那我想问 你们这次的挖掘里面有发现布 还有一种丝的碎片吗 我们这次发掘的一大收获就是发现了丝制品 嗯 丝制品在这几个坑里呢就是发现了有很多样品 但是就没有保存下来它完整的形态 我们只能检测到一些痕迹 但是能够证明当时确实是有丝绸的 而且重来还没较多 证明有丝绸 我觉得可能进博物馆是一种感觉 但是你清零这样考古现场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在三清堆三至八号祭祀坑中 出土了大量丝绸残留物 这些来自青铜器表面 及坑内灰烬的丝绸样板 其编织痕迹在显微镜下依然清晰可见 考古工作者同时检测出了蚕丝蛋白的存在 这是迄今为止 鼠地所发现的最早丝绸残留 人面具 面具 面具那个眼睛是突出出来的 对 那应该是一个青铜的面具 已经露出半张脸了 这么多青铜人 他们中有异梦 那当然老师像那个 你看那种工艺更精湛的那个 有点像方方的那个 那个是什么 这个是三星堆这边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 现在我们叫它神坛 神坛 下面一个方才 上面呢还有好几个人 人还抬着一个小怪兽 抬着神兽 青铜人 似乎这些青铜人 在三星堆人心中 有着某些神力 由于神坛结构已发生断裂 考古人员只能尝试分阶段 逐步提取神坛被埋部分 六个月后 三星堆青铜神坛 终于向世人露出了自己的全貌 神坛整体分作三层 最顶部的小神兽造型奇特 更像是多种动物的混合体 中间层有十三个铜人合力 支撑起顶层的神兽 最底层则是一个 镂空的铜制平台 十三个铜人形态各一 指甲 手腕关节等细节 都精巧无比 充满了神秘气息与想象力 那是个人吗 是的 那个大怪兽的头顶 站了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那个神兽的上方 是 他侧面这样 他没有手 他的手应该是断掉了 原来应该是有手的 而且咱们现在 其实这个还没有公布出来 因为现在还没有提取 就是只能看到它的一个侧面吧 它的完整的形态 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 把它提取出来之后才知道 而且这个神兽还是长着翅膀的 就肯定不是地上爬的了 应该是要表现的是 天上飞的一种神兽 《三海军》里面有各种 很神奇的那种异兽 对 确实很有想象力 还有一个人 他站在神兽的头顶 有可能孕育着 这只会飞的兽 带它上天吧 小彩神兽 一飞中天 三星堆人 似乎把自己对神的想象 都刻画在了 这些青铜人身上 带领三星堆人 抗击刚悍的神话人物义 很有可能 就被刻画成了青铜人像 那么 哪个青铜人像会是义呢 是 我是记得 我跟刘老师见面的时候 他提到 有可能在三星堆的时代 正好进入了 全球性的灾变的时期 当时有某个人 通过某种行为 阻止了极干汗的天气 那这种方式有可能是 祭祀啊 或者祈雨啊 嗯 他们就记录下来 就是一射九日 阻止了太阳的 继续地去祸害人类 对 没错 那这个三星堆的意义 会是谁呢 那在古蜀国啊 有人或者是他的族群吧 一起阻止了这个 极干汗的天气 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讲的话 一定是想去纪念他们的 因为这个人太神奇了 是吧 他 能够呼风唤雨 能够阻止 大干汗的这样的人 他们是神灵的一个显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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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青东大理人像通高士 二名六二 他的手势 也是引人遐想最多的地方之一 因为他两只空空入野的大手 他会是义吗 手里会拿着弓吗 第一种说法是象牙 哦 象牙 对 那个孔那么大 对 第二种说法是玉丛 一只手拿一只 再一种说法就是 没人拿东西 他就是一种姿势 他在做法事 您觉得他做这样一个动作是祭司呢 还是一个国王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的身份是目前来说 猜测或者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之一 或者是很多学者写论文 都是冲着他来的 有说他是祭司的 有说他是国王的 更主流的看法是 集 神 乌 王 三者身份 与一体的 这个最牛的一个领袖 哦 最牛的 哦 这尊是网上特别火的黄金面具的那个 对对对对 就是这尊吗 哦 出土的时候啊 那件黄金面具就像一张纸一样 绕成了一团粥粑粑的 哦 其实是像一团纸一样 一团纸一样 后来经过这个我们文物修复人员的慢慢的延展或者垂底 把它展开以后才发现是一件黄金制作的面具 当时就惊待了 因为在这个中国的核心地带 中原地区啊 表达理智的 或者是变等级民尊备的话 应该是用玉器和青铜器来表达 对黄金几乎是没有什么爱好的 唯独在古术文明所在地区 除了青铜和玉以外 还大量的使用了这种黄金制品 终于亲眼看到了老师 这个是人的面具吗 还是某种上古的神兽呢 这个按发掘者在发掘报告里面的归类的话 它是归于兽面具的 兽面具 对 整体的面固来讲 就是人寿或者是人神 合为一体的这样一种面具 在三星对众多的青铜面具里面 显得特别的奇特 非常的吸引眼球 何止心眼球 我觉得他这个眼睛这么突出 能代表着什么千铃眼耳朵 是那种顺风耳吗 对对对 有这种说法 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就有假抗这样的 或者是 就是他们还是艺术化的这么追求 因为他们当时的审美 比如唐朝审美比较偏丰满一些 而在我们的古术国有可能 他们的美是一阵眼睛往上 并且眼睛有点突出 这样为美 这种看法是有的 但是因为没有病理学的这种证据的话 我们不好说 是这个是假抗 哦 那那个时候的影铸造工艺 这么厉害 可以做这么大 对对对 这是最为庞大的一件 瘦面具 通过这件器具 我们可以非常完整地 领略到古术的那种极致的想象力 和艺术上的夸张 嗯 张力施主 但是我们更加主流的一种说法 它是我们古术第一代国王 蚕虫的形象 蚕虫 蚕虫 对 哦就是那个让所有人种桑树 那个蚕虫 对对对 李白不是提到过他吗 蚕虫及渔夫开果和茫然 至于他的眼睛 为什么会这样的嘟住来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古代有一部书 叫《华阳国志》 它在里面提到 由蚕虫蚕虫 行物纵史称王 它是我们古术第一代国王 蚕虫的形象 古术第一代国王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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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法性的洪水 加上连续性的干旱 然后还有很多国度为人的 妖魔鬼怪 都是后裔来处理了 三千堆正在这个阶段 相当于我们古术时期 蚕虫时期 蚕虫时期 他会是易猛 古术国的另一个王 很有可能他就是 带领子民们 抗击干旱的英雄 根据传说 古术人曾经生活在 冥山之中 随着气候环境的逐渐恶劣 一位古术英雄 决心带着百姓去找寻 一个更温暖一居的地方 这个人就是蚕虫 蚕虫带着大家 跋山涉水 翻山越岭 一路从明山走向了成都平原 平旷的土地 丰富的食物 古术人留在了这里 并拥立蚕虫为王 蚕虫教会了大家 彩桑眼蚕 骚丝织布 古术人 古术人 从此过上了 安逸的生命 大家以青铜造像来 怀念祭祀这个 双目外中如蟹的君王 所以这个蚕虫 可能就是当时 带领大家抵御干旱天气 然后共同克服集团天气的 那个君王了 那么蚕虫有没有可能 就是意义的原型呢 论证两个传说人物 是否是同一个人 可以从人物所处的地点 时间 行为 三个角度入手 地点 蚕虫来自古术国 义来源不详 存在重合的可能性 时间 古术文明起源于四千年前 而义 是三皇五帝时期 摇的不下 距今大约四千三百九十八年至 四千两百八十年前 时间似乎也吻合 那 还剩下最后一环 行为 那要看看他们到底 都做了什么 如何证明蚕虫和义是同一个人 我感觉 他们还是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义它的出现代表着 解决了刚喊这样的一个 蚕虫 在史料中记载 可能也是在这片土地上 发生了像旱灾那样的事情 然后它给人民带来的贡献 就和义一样 就是像摄日一样 就把那个汗灾给解决了 那怎么去解释蚕虫在位数百年呢 蚕虫似乎很接近亿了 但史书记载它活了几百岁 那是为什么 下面进入增见时刻 这几天熬夜看资料都有点熬过了 得歇一歇了 但是谜团的线索就在我的眼前 我真的忍不住啊 嗨 待会儿还是先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能量吧 这人啊 还是要调养 规律的作息 好好吃喝 开开心心 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 去应对那么多的难题 月亮湾古城墙 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 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 顶宽20米左右 传说中统领古蜀人几百年的残丛 也许曾经就住在此处 我走进来就感觉好像回到几千年以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三千多年前的古城墙了吗 对这边呢就是三星堆古城的一段城墙 叫做月亮湾城墙 月亮湾城墙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经是三星堆的各段城墙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了 三星堆目前发现了有十几段城墙 现在我们所处的可以说是三星堆核心区 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月亮湾城墙还不是它的外城墙 而是一道内城墙 可以打一个比喻相对来说就是 像故宫的一个工城的城墙一样 工城的城墙一样 对内城墙 我们刚刚说到还有个三星堆也是城墙 那边呢现在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发掘现场吧 太好了 太好了 走 就是城墙是在哪里 我们往那边看 我们看到远处有没有一个鼓起来的土堆 山包 山包 三星堆之名 源自广汉三星村的三个小土堆 它们原本是古暑时期的夯土城墙一进 岁月魔力之下 三个土堆如今只剩下一个半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土堆 就是三星堆中的一个土堆 这也是三星堆遗址 这个名称的由来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三星堆的堆 对 哦 从那边一直延 对 从那边一直延伸过来到这边 这个就是三星堆城墙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其实是城墙的外边 就是壕沟或者说是 类似护城河色的区域 对 因为其实呢 从二几年就燕家院子 开始就发现了三星堆 八六年发现了一次到 现在后面这三十多年啊 为什么就停下来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说 在三星堆里发现了非常神奇的 跟三海经有非常密切相关的 一个神话的一个 一个不可以公式的 倒不 比UFO还厉害的一个 一个事情您 是不是在您和您的前辈的 考古的过程里面 在三星堆发现了 可以通向神秘世界的 一个隧道这样的是不是 所以才暂停了 是真的发生了是吧 不管您说您刚刚说的这种看法 我在网上也看到过 我也惊呆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说法 哈哈哈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八六年之后到现在 为什么就是没有更大的发现 是吧 肯定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们普通人知道 你知道吗 那个蝉虫活了几百岁四五百岁吗 你们肯定在三十年里面 发现了很多长寿的秘诀 比你刚刚说说的更重要更伟大 更重要更伟大 我们顺着祭祀坑找到了 祭祀坑所在的区域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而且还代表是一个文明 我懂您的意思了 就是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你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叫祭祀堆 这样的一个遗迹 慢慢发现的是整个神话的城市 有城墙 有铸造 有那个祭祀 有文明 同时他们会通灵吗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都可以活几百岁 这个秘密已经记录下来了吗 在一些传说的文献中吧 就是有蚕丛 渔府等等孤鼠王吧 他们就是每个人活了有几百岁 当然他父亲专需活了一千六百岁 对这种说法肯定是 靠不住的 所以一个人肯定不可能活几百岁 所以代表的可能是一个不足 一个王朝或者说是一个国家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要探究 蚕丛是不是异 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推论一下 有可能蚕丛本身可能是一个朝代 是很多人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很多专家也指出了这一点 就像四川这边的故事传说 从蚕丛到渔府 白贯 杜宇开明 一共有五世嘛 说这五个人 每个人都活了几百岁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肯定不可能了嘛 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王朝的名称 还是很有可能的 每一个王朝 它就存在了一定的时间 正好也可以通过考古发现 证实这一点 在往上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往下一直到秦朝 四川这边 一直有人类活动 我们已经完整地发现了 有两千多年 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发展的体系 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被我们发现了 在经堂呢 是一座三千多年前的古城 古城的面积是三点六平方千米 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比商朝前期的都城是差不多的 就是丝毫不信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 同时今天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大的一个城 哇 此处真的是应该有 要有掌声 我可是身在八叔之地 在我们这个地方 可是有真正的古文明的地方 或许残存就是一个朝代 那个带领着族群走出困境的英雄 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充满勇气智慧 还有想象力的群体 即神污王引起的最牛的一个领袖 他是我们古蜀最代国王 古蜀人把战胜困难的经历 浓缩成英雄救世的神话 以此向后世传送着 仙人的不屈与浪漫 每一个神话人物的背后 也许都埋藏着一段热血澎湃的古老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讲 蜡蜂到底是不是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兴许已经不再重要 蜡蜂也好 义也好 他们所真正代表的 都是那些补写神话的文明先行者 而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像刚刚戴阳老师你刚刚说 就是经历了八年的考古的学习和工作 你个人相信有神话吗 神话当然是有的 因为神话是更关存在的 有些故事我觉得它是有真实的要素 有原型的 只不过之后被放大了 被放大被夸张 甚至有的是被修饰被改造 但是有原型我也是认同的 你起码在让我这次的考古学习之旅里面 心里有一种温暖感觉 我们的专家也是相信我们 这些所有神话是有依存点的 有原型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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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星律的是 眼睛是比较抽象的 特别那个比嘎索 古蜀国文明就是一个字 浪漫 浪漫 太浪漫 然后太神奇夸张 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为高大的一件青铜器 这边就是现在正在发掘的八号坑 哇 哇 哇 青铜器 太了不起了 象牙全是象牙吗 哇 太精明了 我们顺着祭祀坑找到了 祭祀坑所在的区域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而且还代表的是一个文明 这次旅程之前 我觉得三星堆充满了神秘感 但却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种神秘感 源于哪里 其实超出想象的事物都是神秘的 我觉得三星堆所有的谜团 都源于这古老文明伟大的想象力 不管是个几千年的岁月到现在依然让我们惊叹不已 在我们脚下这片古老土地上 自由浪漫幻想的基因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我相信它会一直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有一个大温给你 那你怎么能够摆个人 在我的天啊 我去看来 你怎么能够不得了 你怎么能够不得了